12月15号 加缝狮子会赠与嘉宜伊甸服务中心一部车 提供社工未来能更方便得到嘉宜各地区接送迟缓孩童 想一想就是说用最快的速度 那就是送车子 因为他们需要接送嘛 偏远地的话需要接送嘛 所以我们才做这个决定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而且比较有用处 因为你如果送别的东西的话 他们不一定用得到 迟缓孩童又称曼飞天使 他们和一般孩童相比 身心发展上比较缓慢或有困难 为了避免他们不适应大众眼光 孩子们会做各种练习 以及实际走进社区与民众接触 看到他们不需要用可怜的眼光 其实这个部分对身心障碍者来讲都是一种伤害 应该来讲我们要用更友善的 比如说你需要怎么样的协助 比如说有一些家长们推着人 你可能推不上去了 那你就可以过去你需要帮忙 我就协助他 其实有一些的 肾脏家庭基本上都不太敢带孩子 上到餐厅去 因为他会觉得 如果不受控制怎么办 可是有时候我们讲的 人其实是活在社区里面 另外一个部分是人生而平等 不管你今天是身心障碍者或是一般人 基本上他所受到的待遇跟尊严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也希望社会大众能够去接纳这一群孩子 毕竟他就是我们的一份子 不能够排挤的 那也希望政府单位能够在社区里面 做更多的资源 能够协助这样的孩子 目前还不明疗产生吃缓儿的原因 但可藉由早期疗愈 及足够的耐心和爱去陪伴 让曼妃天使赶上大众的脚步 彼此互相包容尊重 人人都有同理心 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中正医报 许文秀 黄子敬 嘉义士报导